男子騎白馬走在林間小路散步 不時加速奔跑 這不是在馬場 而是雲林住宅區 周圍都是住家 疫情三級期間 劉先生宅在家 砸40萬買了匹白馬回家 疫情的關係 每天都沒有重心 所以把一隻馬回來命動 每天替他重刷身體 得花費3小時清理 一個月伙食費高達1萬元 不過他甘之如一 天天都在住家附近六馬 騎馬悠閒漫步 簡直比開跑車還拉風 有一些看到車子會怕 所以有他的風險 我們盡量選擇 鄉間小路 如果在馬路要回來的馬路上 都會騎很旁邊 注意車控 劉先生有15年的騎馬經歷 本來有養一匹小馬 但近期不幸過世 於是再買一匹馬陪自己 不過在馬路上騎馬 到底有無違法 雇主疏重或千禧 行處從物在道路奔跑 但是這個部分要有 妨礙交通的客觀事實 警方說如果有妨礙交通事實 可處300元到600元罰款 不過對劉先生來做白馬 八嘎不只是寵物 還是疫情期間最好的陪伴者 記者廖民黃翔褲 謝雲珍與您採訪報導 請你回答 我先來做白馬 深刻的時間 先來看 就一個這樣 我先做白馬 一個要頓的